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又有负面消息了 美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开始调查特斯拉电动车幽灵刹车的问题 党中焦点来看到立法院新的会期 下周五即将开议 各党团摩拳擦掌 民进党团将主攻修宪案 国民党团则搬出民生牌 关注通膨跟低薪 更扬言了要是行政院提不出开放核实的配套 绝对会背个苏奎的施政报告 对此绿营反强说 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总召科建民更在脸书上开酸 说国民党都把支持者赶向了民众党 中华兵国手黄玉婷 穿中国对付练习 又在网路上开呛引爆争议 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教育部跟体育署 针对黄玉婷的不当言行来调查 也要进行处分 总统府也表态支持行政院 采取必要的检讨 因为国家代表队是代表国家出赛 不应该有任何损害国家荣誉的言行 民进党立委认为 应该要定出制度 不能有第二个黄玉婷出现 而国民党立委则认为 政府不该总是操作愁衷 黄玉大世界外电焦点 带您来看到的是乌俄局势持续的升温 乌克兰军方表示 亲俄分离主义分子 以炮火攻击政府军 造成两起刺伤 就连乌克兰内政部长也受到波及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统计 乌东地区周六发生了近2000次的炮击事件 都违反了停火协议 就怕双方会全面开战 乌东出现了几对潮 民众排队了好几个小时 就是要领出现金 求个心安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 还没有降温 欧美越来越担心 极方各国领袖19号 齐聚在德国慕尼黑 来商讨乌俄危机该如何解决 同时也重申挺乌克兰的立场 美国跟欧盟都强调 若是俄国进一步侵略乌克兰 就要对俄国祭出更严重的经济跟能源制裁 但俄罗斯仍然没有要降低冲突的迹象 甚至还举行了核武军业 试射几因素飞弹 以及洲际弹道飞弹 试射凯射凯射病